朝周市寒江大桥西端南堤上 青龙古庙静静地矗立了四百年 被当地人奉为大老爷的安纪圣王 端坐庙中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周游子 因为对大老爷共同的信仰 相遇在古庙屋檐之下 隐晕在寒江上的香火 是他们解不开的香愁 一个很期待的心态 因为拜神求平 还有想出去创业 这个心情就非常有一个期待 我一定要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回来 黄秋发是菲律宾飞华朝善联乡会会长 过去三十年里 在菲律宾经营农业机械的他 频繁往返于马尼拉与潮州之间 不管是每次回来还是离开 他都会专程来到青龙古庙上乡 先进这个天地的神明 然后就再进我们这个本地的老爷 我们统成是老爷吧 就是安纪王爷 青龙庙前 黄秋发向记者介绍起了 安纪圣王信仰的由来 安纪圣王 本是三国时期蜀汉永昌太守王抗 他曾活跃在云南各地 克尽职守护城御敌 相传明朝时 在云南围关的潮州人谢绍仓 曾因为撕开棺仓救济灾民 而背叛死罪 危难之时 正是王抗显灵庇护了他 后来平安归乡的谢绍仓 也把对王抗的信仰 引入了潮州府 自此王抗在潮州人心中的地位 也越来越崇高 他也成为了潮州人心中 可以托付愿望的家中长辈 大老爷就是对王抗的尊称 我们朝上大家平平安安心说明 千古我老妈 真的我老妈现在我是我最千块的一个 孩子也长大了 家庭还是各方面也挺好的 就是最千块我老妈 拜祭结束后 急着跟着黄秋发来到他老宅家中 出发前的这些天 他一直在打理老宅 无意间发现了两封书信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两封书信和他最大的心事有关 这两个是桥匹 是我叔公从1937年从泰国寄过来的 那当时是他第一次 他去泰国第一次第一红家姓 寄给他的母亲 桥匹是一种家书和汇款 合二为一的桥汇凭证 在广东潮州画 梅州客家画和福建闽南画中 称信为匹 所以在这些地区 华侨与家乡往来的书信 便被称为桥匹 黄秋发说 寄回这两封桥匹的书工 从小就是村里有名的读书人 17岁时靠着家里借到的钱 他凑齐路费前往泰国打拼 之后他还将赚到的钱 多数发回家乡 支持家中后辈的教育和生活 1992年 书工还曾邀请过黄秋发 到泰国探亲旅游 是他踏上海外旅程的引路人 在黄秋发心中 书工对于自己很重要 近些年 黄秋发最大的心事 就是想整理书工的故事 讲给家里的孩子听 这两封桥匹的出现 或许就能揭开书工 早年在海外的经历 里面呢 里面内容呢 我是看不大懂啊 因为他们是都是写那个毛笔 其实是繁体的 等于说我要请一个老师来解读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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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为什么要去沾染这个鸦片 犹如国体 我书工这个真是 对 真是一个很有气魄 我书工为我们祖国着想的一个 也是一个人物 桥匹上的内容 和书工在黄秋发心中的形象 十分吻合 这位老人虽然早年就到泰国打拼 但一直心系家乡 关心家人 看着桥匹 黄秋发回忆起当年 到泰国探亲时 和书工见面的场景 他有点心酸 对 他的眼眶就红红的这样跟我说 哎呀 侄啊 我都很想回家再回家一次 那个时候他已经生病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生病 多不多 所以他真的看到那个时候 眼眶都流了 看到这个东西就 很自然地会想到家里 回到那个老家家乡 在泰国探亲的那段时间里 书工对家乡的感情 深深地影响着黄秋发 不仅如此 老人还有意识留他在身边 和泰国同乡一起喝茶 共续相情 同时指导他如何待人接物 也是在书工的启发下 黄秋发从一种潮州茶点中 寻找到商机 开启了在泰国的创业之路 富卢饼就是平常 喝茶 就是手吃吧 对吧 这里面是用肥肉跟南乳烤出来 吃起来很脆很香 很香甜 这就是我们潮州的特长 第一去泰国 苏工那边 然后他们在问我 我们老乡有没有这个东西 都很多人在问 在找 那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第二次呢 我就带了很多过去 潮州人喝茶配饼的历史 可以溯源到千年前的唐朝 在曼谷做客时 把一些腐乳饼当作礼品送出后 黄秋发把剩下的拿到市场售卖 还真赚到一笔钱 那时候刚开始 真的你就是从老家 拿一个石头挂起 还有人跟你买 真的 我没骗你 那时候就是说 东南亚这些 我们这些华丘 它应该是可以表现 他们对家乡的一种情怀吧 很想家 这是家乡来的东西 你什么东西都能买 对 什么东西他们都喜欢 潮州老城区 有一条古香古色的老街 老街还保留着传统建筑棋楼 棋楼是一种有着南洋风情的 商住两用建筑 当年在东南亚国家打拼的华人 都住在这种建筑里 黄秋发也曾在其中穿梭摆摊 开始的时候出去 我们都是大家的香菇嘛 香菇是我们潮山人 最喜欢吃的那个佐料 应该有多重啊 应该 五根好不好 有十斤 十斤多少钱能卖掉 那你看 有时候一天就卖完了 我们大鱼大包 算三百斤了 那个大布袋钻起来 对 然后摆也是摆在路边 摆路边卖 当时真的很刺激的 1997年黄秋发来到菲律宾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 使菲律宾的经济增速放缓 要想尽快恢复经济 就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 看到这番景象 黄秋发决定 把国内的农业机械产品 引入菲律宾 一来可以带动家乡的经济发展 二来可以帮助菲律宾的农民 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益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他也定居在了玛尼拉 同时加入了菲律宾 非华潮汕联乡会 并被推选为会长 黄秋发告诉记者 在海外打拼了三十年 年纪越大 越能理解当年输工 对家乡的感情 回到中国后 他大部分时间 都住在自己长大的 临溪镇美滴村 这里衣衫傍水 空气清新 黄秋发也邀请记者 随他一起到村子里 走走看看 华真亭 我输工就为了 建这个村民 在干农化的时候 休息的地方 包括这个学习 都是我输这个监制的 我们有句潮州话 就是说什么 回美机等刷 意思是说 你挂房 东南亚这些 就是挂房 方客 那边赚到钱 肯定有回来 加上投资 千环 黄秋发说 让他最自豪的是 在一年前 潮州市开展了一次 全市范围内 美丽乔村的创建活动 美滴村光荣入选 看着当年 书工捐建的亭子和学校 还在使用中 黄秋发也想为村里 做出一点贡献 我们林乡会的 那个林的几个会长 我们一起出师 帮他们完成了 这一部分的 建这个广告牌 放在村口里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美丽乔村 慢慢地发展起来 过些天 黄秋发就要离开家乡 再次前往马迪拉 在此之前 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需要完成 他要取一刨乡土 带在身上 那被当时来取这个 比较容易 现在是有点久了 其实那两地的墙壁 都有点崩掉了 有有有 对就是这样 这个井是我们前村的 从古代到现在 都一直在喝这个井的井水 然后呢 我们都要去 出眼门的 都要带上这个箱头 箱头呢 都是从这个井里面 起出来的 它的行义就是等于说 我们到每一个新的地方 放在那个水龙头 或者喝水的地方 可以为我们这个平安 保护我们的平安 还有一个行义就是说 我们每次带土 井土出去 主要是一个 让出去的人 不要忘记家乡 乡土 就两个行义 所以每次出去 我们当时出去 开始出去 也是从这边带过去 每一个人都有 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 红纸包得住乡土 却包不住浓厚的乡情 黄秋发说 此时最能理解 故土难离的含义 不过对于他来说 这次的离开 不再是一国淘金 而是为了回报丧子 在未来 他还有很多 想为家乡做的事 在广东潮州的 潮安区凤凰镇 凤凰山 薄雾笼罩 清脆的茶园里 伴随着阵阵清香 茶农们开始了 一天辛苦的劳作 这里所盛产的 凤凰当虫茶呢 是我们祖祖辈辈 都一直在喝的 生活里面 必不可少的 也可以说 是我们潮州人的灵魂 那么我旅居海外 这么多年 二十几年 我必须天天都得 带着茶在身边 林家平 非洲潮人联谊会会长 旅居南非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时他近两年来 第五次回到家乡潮州 因为受到在非洲 做茶叶生意的朋友委托 帮忙采购一批 新鲜的潮州春茶 林家平 提前联系好了茶农 为保证货源品质 专程跑到产地 了解春茶的制作情况 怎么样采材是最好 而且有什么讲究没有 采材我们都是 从上往下 一直这样采材上来的 哦 这样子 从上往下 采材一般茶叶是 从中午到下午四顶 中时已经采材的 那个茶树最好 做出来的茶的效果最好 它的香气也最好 林家平最为重义的 凤凰丹丛茶 采摘于自然花香的 优质茶树 采下的新鲜叶片 一定要分珠堆放 阳光不强烈的时候 进行晒清 才能在当晚出制加工 如果在雨天采摘 就制作不出单丛茶的香运来 今天这个呢就叫 那个蜜兰香 它有一种兰花的味道 蜜的味道 所以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侨 海外的乡亲 我们要致力 把我们家乡的这种文化 茶文化 推广到国外去 推广到世界各地去 让别人了解 我们中国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茶文化 就是以和为贵的文化 所以大家都来享受这个油茶 给我们带来那种愉悦的那种心情 从凤凰山上下来 归途正逢萌萌细雨 对于潮州人来说 湿漉漉的天气 最适合的就是三五好友 坐在老宅子里 品上一壶好茶 红泥小火炉 灵溪而烹茶 在潮州 容茶汤茶叶茶道 与一体的功夫茶 是潮汕饮食文化中 一抹风雅的味道 小时候我就早上起来 给爷爷生这个炉子 然后给他泡上一杯 滚烫的功夫茶 这就是一个潮州人 一个潮州家庭一天的开始 它必须叫品茶 品茶我们有一句话叫 茶三九四 就是喝茶要三个人 三个人是品 就是三个杯三个口 有这么一句 民俗的习惯 1971年 林嘉平出生于潮州的一个 普通家庭 那个时候 他的父母都在工厂工作 收入有限 他从中学开始 就会利用暑期的时间 外出打工 贴补家用 潮州自顾盛产陶瓷 当地有很多的陶瓷作坊 因为小时候 学习过书法和绘画 林嘉平经常会去家附近的陶瓷作坊 当学徒 其实那时候 就是师傅 都比较严格 做王披 那么就要烧披 就要炉子 是很高温的 都700度 有时候到1000多度 那时候是 风扇都不管用 那空调 那不可能用空调 所以也就 我觉得我的 那个汗 都把我的眼睛老是给 搞得很痛 伸到眼睛里面去了 都睁不开眼睛 所以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也就这么坚持过来了 我们家里 包括我叔叔 我姑姑 每天就不停地干 所以我觉得 潮州人这种 与生俱来的 这种 不像生活低头 而且这种 勤劳 吃苦 从小就 生生直耕在我的心里 这里是潮州的一家 不锈钢生产厂 林家平来到这里 希望可以建立新的合作项目 而这也是他熟悉的领域 上世纪80年代 有着五金制造传统的潮州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开始大力发展不锈钢产业 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家平 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商机 于是在广州 做起了不锈钢制品的生意 看到很多国外 全世界各个国家 过来咱们中国进货 来广州进货 我们就想 我们不如把这个店面 开到外国去 开到非洲去 那边就是餐饮习惯 是以锅网瓢盆 还有这些庞子 瓶底锅 不锈钢制品 在那边属于是价美物联 再加上他们不用远渡从洋 来到中国来采购 所以直接生意就 做到他们家门口 送货上门 2001年 林家平来到南非的 约翰内斯堡 身处陌生的国土 如何在短期内积累客户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由于当地的相关公司 分部比较分散 林家平每天至少驱车 上百公里去拜访客户 再加上 对当地的路线不熟悉 稍不注意就会走错路 甚至还会遇到危险 我的车子呢 就开到一个红绿灯路口 突然间就是在我的右边 就上了一个人 当我看着一瞬间呢 突然间这个左边这个窗户啊 就听到玻璃 哒的一声哀嚓一下 把我这个左边的玻璃呢 就打碎了 然后就伸进来一支枪 对 然后呢 那在外国呢 你看到有这个 伸进来枪的时候 你手先千万 你要手放在他 看得见的位置 那还好 幸运的是什么呢 他把车子开走了 截走了 对 但是没有对我进行 再一步的伤害 身上搜了 所有值钱 手机啊什么都拿走了 虽然时有危险 困难不断 林家平却从没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每当他产生动摇的时候 总会想起家人曾说过的话 所谓这种潮汕人这种精神 这种性格吧 也是觉得从小经历了很多 我觉得这也不 无非是苦的一种 最给我最大帮助 而且我一直靠这个来支撑的 就是我奶奶跟我讲的一句话 他说了 不用怕 遇到什么困境都不用怕 有人就有钱 就有一切 之后 林家平在当地聘请了保安 仍然坚持驱车 登门拜访客户 几年下来 他很快打开了销售市场 并且和当地人建立了友谊 因为曾深陷险境 所以看到许多出道非洲的 华侨华人遇到困难 林家平总是乐于伸出援手 2008年 林家平当选为非洲朝人联谊会会长 并且在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支持下 成立了华侨华人保安巡逻队 他们在那边做生意 就是客户里面 当然在这种治安不好的情况下 客户里面肯定就有坏人 假装人客户 那么他这些人就来进行一个企图 就是来偷啊 抢啊 所以我们商场自己都做了安保工作 来保护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生意 源于潮州的善文化 林家平他们提供帮助的范围 逐渐从南非 扩展到了非洲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非洲的潮级侨胞 也因此联系越来越密切 联谊会的成员 也从一开始的几百人 逐渐扩展到了五千多人 这两年 林家平频繁往来与两国之间 想要建立更多的合作平台 而家乡潮州是其中重要的一站 因为经过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这边呢 也是很多这个制造业的发展 家乡这边呢 也是有这些父老乡亲们这种 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 这个产业的那个高速发展 所以这个是有不共睹的 我们也是对我的成功来讲呢 离不开潮州家乡这些工厂啊 这些乡亲啊的支持 在海外大拼多年来 除了家乡的茶 林家平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家乡的陶瓷 在他的推广下 身边越来越多的非洲朋友 开始喜欢潮州陶瓷 这边在做的呢 这近两年往四季通话词 这个孔雀开平 语言雕的方法 哦 结合现在 嗯 当代这些年轻人 他会喜欢的 嗯 叶丽宏 国家级非遗项目 风吸瓷 烧至记忆 团成人 是林家平学做陶瓷时 仰慕已久的陶瓷老师 借此次回潮州 林家平专程来到 叶老师工作室拜访 菊花你怎么去表现 花瓣它轻的一部分 嗯 所以你就有这个风吹动 对对对对对 他一直就很羡慕 哇 这么师傅怎么能够 做出这么精美 这么细致 而且是连个头发 丝一样的大的东西 都能表现出来 所以就一直对咱们 潮州陶瓷 我是很有自豪感 也是因为 对潮州陶瓷的喜爱 林家平一直想将陶瓷 这种体现 潮州文化的元素 带到约翰内斯堡唐人街 传播到非洲 这次返乡 他还拜访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潮州欠词代表性传承人 卢之高 希望得到 这位长者的指点 大师说 咱们潮州的欠词 按照传统工艺 是手工用那个瓷片 一片一片地剪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花了不少心血跟时间 所以今天这件作品 在这里落成以后 展现在海内外 这些华侨 或者国内的这些 还有潮州的本地人 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同方向 而且是非常精美的 一个欠识的工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